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還是跟昨天一樣喔 最近都很像 情思多雲午後短暫性正雨 今天來說的話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北部有一塊小雲系喔 這個小雲系 下雨下的蠻久的齁 從周圍一直下下下到傍晚 這個剛好呢 這個其實就在一個封面的前緣 封面位置在這個地方喔 這就是一般的華南的前進行期 今天來說的話的位置比較斜一點點 其實這個也代表說 這個太平洋高壓勢力開始在推了齁 所以他的這個特性呢 就跟前幾天一直橫在這個地方不一樣 有一點稍微偏斜 這個主要是 太平洋高壓有一點開始在作用 那另外呢 就是說各位看到這個南海附近的水氣還蠻多的 現在來說的話台灣持續受到這個吹偏西南風的影響 這個有時候就很麻煩啦 因為 如果你住在台北盆地的話 剛好位於他的這個背風面就是一個下沉氣流 所以有時候呢 就會覺得說沒有風或是很熱的一個情況 那未來呢就要關注這個太平洋高壓 太平洋高壓呢 不是一般跟低壓不一樣 他是一個很廣泛的一個東西 很大 但是他這個不是很厚 一般低壓是比較高的比較那麼厚 可是太平洋高壓呢他是比較淺薄 可是他雖然淺薄 可是他的威力呢 勢力是很龐大的 未來呢 這麼一大塊會逐漸往西升過來 台灣來說的話當然就在這個太平洋高壓影響之下 預計呢在月底之前呢 就會轉為太平洋高壓 完完全全的掌握 現在沒有沒有完全掌握 因為還有一些西南風 或是說封面前圓的雲系 或是前一陣子 一些低壓的一個影響 未來呢 很快 太平洋高壓掌握那就代表說 夏天真的到了 而且會很熱很熱 那今天來說的話 北部中部南部都有一些午後的熱對流 不過山區是比較多 除了北部那一塊 引靈性的這一塊 殘舊在這個對流雲系就長來上空之外 其他各地的 都是一樣 類似的天氣 未來這一個禮拜都還是很類似 但是就太平洋高壓會有這種逐步再增強的一種趨勢 那南海的這個水性呢也持續一直在這個地方 所以未來呢一個禮拜到月底 7月底 大致上呢還看不到有颱風的深沉 但是呢就是說 是一個在轉換的時候 就是說從現在開始 要感恩喔 每天都有下一點雨喔 每天下一點雨晚上至少不會那麼的熱 但是接下來太平洋高壓要是升過來 那就麻煩了就開始變成一個很熱型的天氣 所以未來這個禮拜其實還是會下雨的 大概呢都是午後震雨的機會會偏多 週二週三 西半部要留意 特別午後的這個雷震雨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這個風的部分都持續吹的偏 西南風 未來呢當然有機會這個高壓會再升過來 當然有東南風的機會啦 但是還要等一段的時間 所以未來的情況 一個禮拜天氣都 很類似 那另外一個特徵就是熱 不是台灣熱 整個東亞都會開始熱起來 特別是中國的南方也會熱 到處都是熱啦 就是熱浪的天氣在各地都會 開始出現 請大家特別注意了 你看我們台灣北部 都是34 5度 這個是指的是 樹蔭下的溫度 綠草乳因的 樹蔭下的溫度喔 如果你在馬路上會更熱喔 這個事實上35 6度 在整個 台北都會地區 特別是在馬路旁邊 可能會感覺到更熱的情況 如果你在這個家裡面冷氣的旁邊 又別人都在開冷氣 你沒有開的話又更熱 這個時候呢就要注意家裡面的環境的改善喔 所以各位來看 都是熱 都是熱 琴石多於午後短暗陣雨 南部也是差不多 不過南部的溫度呢就沒有像北部那麼熱喔 我們應該很介意 琴石多雲 這個偶陣雨的這個天氣喔 都很像 每天可能都會下點雨 至少有下點雨喔 還不會感覺那麼熱 月底前呢高壓就會逐漸開始接受了 到了月底的時候 當然要 這個沒有明顯的定義 但是很有機會在高壓 逐漸接受的時候 我們就轉為變成這種熱浪天 就開始開始了喔 預計了可能這下個禮拜就逐漸開始開始了 請大家特別留意 那熱浪天怎麼應付呢 熱浪天是早上當然很熱啦 可是麻煩的是晚上更熱 會讓你熱的睡不著覺啦 那當然啦很多人會開冷氣 可是冷氣一開 別人呢就會更熱 大家一起更熱 這個是一個惡的循環 惡的共夜 請大家呢 花點心思在最近呢 其實可以改善家裡面的通風 環境或多做一些綠化 就可以稍微降溫 晚上呢就不會那麼的熱了 好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